瑞瑟温泉特定区逐温泉也属地热分布区域 近年来在政府绿年政策推广下 更成为了地热发电厂商的开发热区 尤其今年开发厂商接种而至的进驻开发 却没有看到乡公所有任何反应 甚至是厂商召开的说明会 也没有看到公所表态关心 不仅引发乡亲疑虑 下面代表林玉芬也提出强烈质询 不论是邻近的万荣红叶村被述罗德 还是瑞瑟温泉特定区的八方 或是环球等企业厂商 冲着瑞瑟地底下丰沛的地热发电资源 今年大局入侵开发引发乡亲抗争 三公所真的只是在冷眼旁观 民众也很好奇 民众的声音我们都听得到 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公所有看远 我去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看见 没关系 毕书简方荣除了强调审核权在中央 地方公所无可置会 对于任何厂商召开的说明会 也都派员参加 而高度关注地热开发案的 相代表林玉芬则指出 即便如此却未见乡公所反应表态 民众对公所的处置存疑 上午定期会乡镇总质询议程中 相代表林玉芬是强烈的质询 所以我现在就要问地热 地热我们公所到底是什么建议 或者有什么想法 那么多进来之后 它现在三个明年来个十个呢 后年再来个十个 我们是整个温泉区都是地热发电 然后又没有评估过 它有什么优点坏点 然后整个程序上 我们公所有没有可以 着力的立场 在整个行政程序上 相代表林玉芬 钟明秋两人高度质询 乡内地热开发案 面对地方乡亲民众 反对地热开发 甚至进行抗争 钟明秋质询县府 乡公所都打迷糊仗 来堂塞应付民意 乡长陈金光则出面还家表示 目前县政府也正式韩文 将在下周五邀集中南区各乡镇首长 开会讨论 表明地方立场做参考 记者时遇兰瑞瑞士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